南国藩贵禀父母亲大人膝下 十六夜 接到六月初八日所发加信 心息一切 祖父大人并以食欲八九 尤为莫大之福 六月二十八日 曾发一信升官室 详已收到 冯树堂六月十六日出京 寄回红顶补符袍挂手串笔等物 念八月可以到家 贺礼为七月初五日出京 寄回路交高离身等物 念九月可以到家 四帝九帝信来 言家中大小诸事 皆大人恭亲之 未免过于劳苦 勤俭本持家之道 而人所处之地各不同 大人之身 上奉高堂 下阴尔 孙 外为祖党乡里所模范 千金之躯 成宜珍重 且难舔妾亲二 服役以兼数人 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 难时不安于心 此后万望总持大纲 以细微是父之四弟 四弟故谨慎者 必能附和 而大人与叔父大人为日 是祖父大人前 相遇于乐 则万幸已 今欲大小平安 一切自知谨慎 堂上各位大人 不必挂念 于荣令禀 道光二十六年十八日 三十八日 三十八日 三十八日